其實現在來說,我真的很建議 今天有個網友去學展法,想去英國 女生來學展法 我叫她學指甲,甚至乎學紋身,做酒保 其實,怎麼說呢?很多東西都能生存 實在找到吃,英國 你怎麼知道?我有個表妹 她現在怎樣? 我不知道她有這個平時的表妹的姐姐 原來她喜歡搞種東西,盆栽的那些 Gardening 我說其實你連Gardening在英國都可以發展為事業 很受歡迎的,還有很多雜誌 然後你又跟別人剪草,或者去做林下夜 拍攝一星期一次 我都說你要的東西,尤其是現在英國 其實我昨天小看 她說這次,我覺得她是多大方 基本上是cover到,基本上沒有什麼香港人去不了 如果你要去 當然,如果你說不是 我2001年,我今年52歲 2001年,32歲的時候才下來香港 然後,2006年才生兒子 那兒子,你沒辦法 因為她說,怎知道你們這些是怎樣的 是啊 是啊 你這些也沒辦法 但你兒子,譬如說 你兒子原來是手足 在這個 scheme,就未必能幫到手 但你用另一些途徑 我覺得都可以幫到你的兒子 那你就不行了 當然你的兒子入了職後 譬如你兒子能夠證明到 他有參與很多事情都可能可以的 因為年輕人 好了 我覺得你譬如現在 你說 甚至乎你如果你的英文好 我不知道 我覺得你可以 你英文好到一個程度 譬如你可以去學風水的 八字的 然後做tri-list fortune teller 八字 就是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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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即是那類的shaak的飲品 生果的食物都找到食物 我要跟大家說 根據我最近跟澳洲 無論英國、美國都好 基本上他們每一個人跟我說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說 你肯做怎麼找不到食物 每一個地方都是 那些國家 但是我們香港是什麼呢 我們是香港 香港以前那些都說 有手有腳那些地方餓死我 你現在有手有腳 你是餓死你 不過你都不會爆 三十多歲 不過份工我賺一萬多萬元 又不是特別要養 又沒有小孩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十幾二十歲就更加 我真的覺得你要出去闖 你好像你的老友 大西 Prince 我覺得真的可以 因為你五年時間不長 你在那邊講好 學好英文 譬如你去做廚房 做廚房 即是那間Fast Food Shop 他不會像香港這樣做十二個小時的話 一般來說 Fast Food Shop 中國人那些不會 那你的OT 就算中國人叫你做都 因為你今時今日不是黑工 晚上五六點才開到外賣點 然後十一點就收檔了 方便他計算了 那你有準備的 那你有時間 再精益求精 學多兩味 譬如日本菜 或者考一些證書 我不知道有什麼證書考 或者人家也有 廚師也有證書 我不知道 那你五年入籍之後 你去英國也行 回來香港 去馬來西亞 去東歐 即是 我覺得壞一點 在那邊 甚至連做雞刀書服都很懶惰 是嗎 你又知道 那些朋友說 OK 為什麼呢 人家都懶惰很懶惰大的 你香港那些 你要習慣了 你香港那些 又要什麼花式 又要什麼技術 又要什麼服務 那邊是差很遠的 還有那個密度沒有那麼厲害 但你賺的錢 他分給你又多一點 又不會疲 即是很少說 當然你要做雞頭差不多 就 做雞不可以 去英國如果是這樣說 做雞頭 很多 OK 很多 那你有半 但東歐人也是大陸人 很多都是 我再 clarify 多一點 他要你有半年的生活費 support 那我想十萬 或者你去到那裏找到份工都可以 或者 不是 我看清楚了 十多萬 三樣東西 第二就是 因為你十多萬 證明到你 那你進去當然要找工 或者已經有份工請你 但是份工是any kind of job 什麼工都可以的 有份工都可以的 OK 或者有人說養你 那你想想 第三點 最簡單 或者有人說養你 是啊 都可以 那你想你真的過了去才算 變成過了去你就找工做 是吧 因為他說明 你就不 eligible去拿福利的 在入籍之前 那你進來 如果原來他養你那天有吹水 你就不會找工作 你又沒有錢的 因為你沒有入息證明 你可能自己有錢 但是原來你沒有錢的 但是你也是不能拿福利的 你就要走 一會就餓死了 嗯 是吧 這樣 anyway 但是年輕人 年輕人 就是 不要停在這裏 學多些東西 為將來做準備 嗯 真是無所謂 好多東西可以做的 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有幾十萬人過去 在那邊賣車仔麵 你也搞定了 你兩邊怎麼也搞不定 OK 有什麼不明白的 可以隨時找個啤梨 或者 想我和你夾一份東西 我過去視察過的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做的 你甚至乎你在那邊 你跟我 我馬上寄一些球衣過來 你不知為此 看看價錢 我做水貨都可以的 香港很多人在這樣做的 是 有人代替球衣 那一元就這麼賺 買紀念品 不就怎樣 OK 下星期再見 拜拜